新冠肺炎疫情在起 那么双北都有意要推行疫苗护照 台北市长柯文哲认定 打完两剂疫苗超过14天 或打完两剂疫苗超过三个月 有打第三剂的人 规范可以比较宽松 如果不打疫苗 就要自己限缩生活了 那么新闻市长河友宜也是直接宣布 校园先来试试看 如果有特殊的原因要进入校园 必须要先接种两剂疫苗满14天 并且出示小黄卡才会放行 至于是否会扩及到餐厅百货业者等等 也有待专家学则讨问 而球中心指挥官陈仁仲则表示说 各个地方政府有各自的规定 呼吁对于基本自由的限制 不该过于强烈 继续来看到的是 淘基的衍生社区的问题 疫情在扩大 中立联邦银行群聚之后 现在银行员尾牙到西堤聚餐 也是导致多人染疫 昨天只有新增6名的本土病例 都是跟餐厅有关 那么包括像是巨人的女工读生 跟两名的同学跟家人 三名顾客 被指护中心9月关注人中 视为疫情中的重中之重银行群聚 已经累计28人确诊了 而桃园市场正文灿则是预估说 这一波的居家隔离人数 恐怕会攀升到2000多人 另外是中国大陆北京 可能会在未来两周之内 禁止所有来自美国的商业航空航班 而且美国的报道就指出说 北京冬奥2月4号举行之前 当局清零政策的一部分之一 就是上述所说的 根据中国政府公告 及CNN的特别整理航班时刻表 1月19号起至少连续两个礼拜 美国飞往中国的所有的航班 已经被取消 或者是因为中国航空的法规而暂停 而冬奥人员本周将密集入境 必须要裁剪 像是接种疫苗 并且搭机前两次的核酸检测 抵达北京的首都机场之后 还要再复检 这是今天旺报的最新消息 而另外是俄罗斯跟美国欧洲 一系列的外交对话才落幕 美国就称说已经接获勤资 指出俄国已经派出了 受过炸药运用训练的特工 潜入乌克兰的东部 准备要对乌东的亲俄叛军 执行破坏任务 然后嫁祸在乌克兰当局 被视为像是俄罗斯大局入侵的制造借口 而此外呢 白宫的国安顾问苏利文就指出说 俄国在2014年 并吞克里米亚半岛的时候 就已经用过了相同的剂量 另外是绿能跳票 无论达到非核家园 民进党政府有打出2025的能源 配比532的口号 以燃气为主力 占全国发电量的五成 而燃煤是三成 另外再生能源是两成 之后行政院副院长 沈荣经在经济部长任职的时候 他就再修整了 当年的燃煤可增到27% 燃气50% 绿能20%维持不变 其他能源是3% 但是政策跳票 让人很担心 除了供电的这个问题之外 更糟糕的还有 根据经济部的报告指出 当年绿能还有燃气缺口 少掉6% 全部都由这个燃煤发电来补上 占比已经暴增了到33%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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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